你见过一万块钱一根的香烟吗? 在未来世界为了营造绿色环境 展开了全球禁烟活动 禁止制造香烟 无数烟民只能被动戒烟 可几十年烟龄的老烟枪 哪是能说戒就戒 老王看着手上最后一根烟 不由得焦虑起来 思来想去的走到电脑前 准备向广大网友买烟 帖子一出 卖烟的是一个没看到 全是同样着急买烟的人 一根香烟的价格也被炒得越来越高 就在这时 电脑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一个网友表示 自己虽然没有香烟 但可以给他种烟的种子 一开始老王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 可司马当火马一还是买了一箱子 说到快递的当天 就迫不及待的按照说明 把种子种进花盆里 每天细心照顾等待他长大 转眼三天过去 老王发现 花盆里还真的长出了一根香烟 这其一的景象真是离得大谱 好奇心去使他立刻采摘下来 用打火机烟烟货 货真价实 货真价实 他简直乐开了花 这以后的日子有了笨头 之后他利用这一商机 在论坛里高价出售香烟 价格一度被炒到了一万亿根 他也平均这一商机 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烟种子很快就用完了 老王再次找到卖家 想要再买点种子 可卖家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怎么也联系不上 没办法 他只能再次求助论坛 希望找到知道种植烟 有种子的人 没想到真的有人知道 很快两个人就联系上了 这个人不仅有种子 还能种出种子 这把老王高兴坏了 真是柳王花名又一村 着急忙慌的跟人约时间 线下种种子 第二天老王如约来到网友家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男人说 一开始种烟的时候也在好奇 你说种子是从哪里来的 偶然有一天 家里的狗死了 只剩下一副皮囊 在他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种子 他这才意识到 应该是狗子误吞了种植烟的种子 成为了种子的活体培养品 不过在动物身上培养出来的种子 种植出的香烟十分难抽 他当时就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之后老王才发现 他没有幼鼻 没错 他用自己的手臂做实验 种出的种子 味道十分美味 等老王后知后觉 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为时一晚 他刚才接过的那只香烟 就是从狗子身上种出来的 香烟上擦有迷样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 那个男人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而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接着便递给了他一碗白粥 老王两口喝下肚 才发现又被骗了 原来医生和男人是同伙 医生才是发明种植烟的人 而喝下的那碗白粥 里面早就撒上了种子 顷刻间 小强身上出现了好多小黑洞 成为了新的培养米 吸烟有害健康 这件事尽人皆知 或许接烟真的很难 但想到自己的身体 和家人的健康 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接烟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美丽 我们明天再见吧 好